观众朋友我们现在一起继续欣赏的是2009年世界斯诺克江苏精英赛的小组赛 这是丁女辉与亨特利的这场比赛 目前双方是打成了1比1三局两胜队的比赛 目前是双方的决胜局 我们看在目前的这个局面对亨特利是非常有利 嗯 好球 刚刚好避开了下方这颗红球 23 24 嗯 应该想那点啊 嗯 哎 不理想啊 哦 20纳 这盘球应该说亨特利的盘还是旋转用的 左边的旋转用的不够啊 球还是应该是上两库来去叫球 一个反角 左边的底带 嗯 没有打进 35平 对 西方 文贵 是 22 本一应该是想去配黑球吧 嗯 应该是想去配黑球吧 嗯 应该是想去配黑球吧 还能够带一下 K红球的K的太正了 还是要去保这个黑球 有难度啊 打厚了 但是没关系啊 从那里应该会去推这个中带 红球中带 回来之后还是需要解决这个扩边的这颗红球 没错 不信 黑球还应该可以打到 力量要小一些 也可以说是打黑球呢 打得稍厚了一点 能够再稍薄一点的黑球应该也是可以进 打防守了 是不是 打 yaş 对 是 有了 比赛 他美金银 在柔天下午的短部中 我们就发现啊 他这个 放手进攻 这干真的太准了 进攻的欲望非常的强烈 黑球的薄球 左下角底带 两裤 来去叫黄球 这两个打得漂亮 好球 打进篮球 亨特利也是没办法 刚才这干防的也应该说不错 除了说没有这个过程障碍球 只是让对手看到了亨特球 没有办法 这个金晶辉这干实在是神来之彼 太准了 这个篮球应该也没有问题了 领先了15分 这还有点小疑问 不过亨特利怎么把这个粉球打出来的 这球肯定是要打这个特别薄 粉球的右边 或者说是先打到这个带脚 然后去兜一下这个粉球 必须把粉球打出来 打进去输了 给大家预报一下 我们将会在明天的十三点四十五分 也就是下午一点四十五 为大家继续转播世界斯诺克江苏精英赛的这个比赛 我们将会转播 给大家转播的是半个决赛 之后呢 我们这场比赛结录之后 我们为您将要带来的是09年中国国际女排精英赛 昆山战的比赛 就是由土耳其队对阵多米尼加队 欢迎大家到时收看 好 再次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也感谢唐世达的精彩点评 观众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再见